很多朋友想让我拍一个捏皮兜的视频 皮兜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 你看我比较喜欢用的这个皮兜 非常的细非常窄 长度也不是很长 那么要尽量的减轻这个皮兜 给皮肌带来的负担 所以说要细一点 窄一点薄一点 那么捏皮兜的时候呢 像以前我打传统的时候 我经常是用到 食指的第二关节中间这个位置去捏 拇指还是用指度 那么这么捏呢 后来呢我是个人习惯于用两个指度捏 我用这个两个指度捏的时候 我会感觉我的触发 我的激发非常的顺畅 它不会因为我这块骨头 挡住我这个钢珠的这个顺滑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借鉴的 不是说这就是标准的 但是我觉得值得借鉴 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 你再这样捏 同一天有两个工友 一个抱车玻璃一个抱夹玻璃 说看着啊 手捏在钢珠上我也捏不住啊 凸了扣啊 手捏在钢珠上不是让你这样去捏 是指你的手劲使在这个钢珠上 正确的捏法是这样的 避免你手扣着这个皮头前面 这样是 被子打扣吗 被子扣着这个皮头前面 所有的个皮头前面 再次摆一扣 被子扣着这个皮头上 被子扣着这个皮头前面 被子扣着这个皮头前面 似乏了 我被子扣得出这个皮头前面 被子扣着这个皮头前面 不要动了 在这样子扣着这个皮头前面 被子扣直至少什么 看到一扣子扣着这个皮头前面